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关注旅游业态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江西旅游报道 接天连夜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仰红 眼下正是荷花盛放的季节 在江西可以欣赏到莲花美景的地方有很多 可是只有一个地方能够足足欣赏到500种莲花的圣经 它就是位于釜州广昌的莲花科技博览园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培育出的太空莲改变了中国的莲产业 广常莲花科技博览园是一个以紫莲科研为主题 即白莲生产 两种培育阔繁 莲文化展示 旅游观光 科普教育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专业类科技博览园 莲花科技博览园内引中了世界各地有代表性的莲花品种500余种 为江西省内栽培莲花品种最多的单位 也是我国华东地区最大的莲花科技博览园 那我们此刻来到的是中外莲品种博览区 那电视剧前的观众朋友以及咱们的广大游客朋友 如果来到这儿呢可以欣赏到各种各样的核花 那么究竟有多少种品种呢 那咱们的邹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中外莲品种博览区种植了有 从国内外引种的大概有将近500种 莲花以及碎莲 亡莲等品种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500种不同的莲花 对对对 现在左边的这个就是亡莲 它是从拉丁美洲那边引进的 这个叶子最大能长到两米 也是非常的壮观 所以才叫亡莲 我觉得听它的名字就感觉非常的霸气 但是又不是柔美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一完整的一片是一朵亡莲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中间开出了一朵花 然后下面这个有它的经脉 边上这个大叶子都是它边上的这个枝叶 对对对 非常的漂亮飘在水上 真的很神奇这种莲花 对 我觉得非常具有这种观赏的价值 整个广昌莲花博览园 分为科研实验区 中外莲博览区 温室区 两种繁育区等等区域 展示的莲花品种多 数量多 加上环境优美 交通便利 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游览观赏 感觉这里风景特别美 而且这里的莲博展区的这个品种也特别丰富 对 花色啊那个那个 品种啊都不一样啊 对 看起来感觉也不一样 感觉这里真的非常的震撼 这边的花 这边的叶都非常的不一样 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 非常的漂亮 是吧 非常的吸引人 空气 非常的清晰 给人 给人很温馨 很值得欣赏 来到莲花科技补览园 能够欣赏到的可不止500余种莲花 这里更是太空莲的诞生地 太空莲可不简单 是广昌白莲研科所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合作 率先利用我国返回式卫星多次搭载紫莲 进行白莲空间右边育种而培育出来的全新的白莲品种 广昌白莲研科所如今也在莲花科技补览园之内 其中的科研人员对太空莲进行着不断的研究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一大片荷花池当中 这个地方呢就是这边的试验田 那么在我们身后看到的就是这边非常著名研发出来的太空莲 能不能来为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 太空莲是我们从1994年开始就进行了第一次航天搭载 比如说太空莲品种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进行了五次航天搭载 比如说太空莲品种它有几个特点 一个是它的花多 蓬大 结实高 然后产量高 它这个特点呢又又兼具了莲的三大栽培类型的特点 一个就是紫莲 就是以产紫莲为主 就是收获莲子作为我们的那个收益 然后二一个是产藕 叫藕莲 第三一个就是花莲 它是以观赏为主 然后太空莲呢它具兼具这几个栽培类型的品种的一个特点 就是综合嘛 它具有这几个栽培类型的特点 它都综合在一生 所以太空莲品种目前在全国推广的面积非常大 不管是作为生产种植 生产紫莲 然后作为观赏 搞乡村旅游这一块 都是以紧重我们太空莲为主 目前在全国推广的面积已经有1500万亩了 一般我们现在种植这个太空莲品种 它一亩地的那个收获紫莲的产量 一般在200斤左右 产值可以达到7000元到8000元 然后除去 一般除去开支的话 生产成本 这个毛输入有5000块钱左右 广昌县白莲研科所搭载航天卫星太空域种 培育出的太空莲品质独一无二 助力广昌栽种白莲面积和产量 均成为全国县级榜首 也因此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白莲科研生产中心 集散中心和价格形成中心 如今 广昌拥有白莲系列产品企业 二十余家 拥有自主品牌注册商标三十余个 开发了通心白莲 藕粉 莲子汁饮料 莲子饼干等白莲系列产品 白莲综合产值达十亿元以上 下一步 广昌县将按照计划 朝着建设世界联都的目标奋力迈进 吃水不忘挖井人 这句话的意思相信大家都懂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在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有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它来源于一口井 而这口井正是当时中华苏维埃政府密切联系群众 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的历史见证 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锐金红井景区 听听它的故事 背负青山 田愁拥脆 树饮婆娑 田净质朴 锐金市红井景区是国家围级景区 锐金共和国摇篮景区的组成部分之一 红井景区距离市区五公里 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1933年4月至1934年7月的办公地点 而在这里最有名的便是那一口文明海内外的红井 红井是我们沙洲坝红井景区最为标志性的景点 当年的沙洲坝它是一个非常干旱缺水的地方 不仅没有水来灌天 就连老百姓喝水也非常困难 当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沙洲坝 沙洲坝 没有水来洗手帕 三天无雨 地开岔 天一下雨 土搬家 雨过天晴 露出一片白白的泥沙 当时沙洲坝人民就是生活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 毛主席他来到这以后就把群众饮水难的问题放在了心上 在1933年9月的一天早上 毛主席就带着他的警卫员 拿着铁锹锄头来到了这边找水员 在毛主席的带领下 当时沙洲坝的群众们积极参与开挖水井 每几天功夫 一口直径85厘米深越5米的水井挖好了 为了使井水更清澈 毛主席又亲自下井底铺沙石垫木汗 毛主席用实际行动为机关干部和沙洲坝群众树立了榜样 当时在沙洲坝的中央各机关掀起了开挖水井的热潮 从此沙洲坝人民结束了饮用脏糖水的历史 喝上了清澈甘甜的井水 在1934年10月 红军主力长征以后 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 他们得知这口井是毛主席给挖的 多次下令要将这口井给填了 但是敌人白天填井 老百姓到了晚上 又偷偷地把井给挖开 就这样填了又挖 挖了又填 反反复复的 1950年 沙洲坝人民为了迎接毛主席派来的 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团的到来 将主席带领居民开挖的这口水井进行了全面整修 并把这口井取名为红井 同时在井旁立了一块碑 客场吃水不忘挖井人 时刻想念毛主席14个大字 以此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思念 这口红井目前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红井是中国共产党人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历史见证 红井史也是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 在前不久啊 习近平总书记在干南开展调研时 他就强调要饮水思源 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 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 为了发扬革命传统 弘扬苏区精神 近年来呢 来到这里开展党性教育的党员干部 络绎不绝 这里也成为了全国党员干部 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来到这的很多游客也由衷地感叹到 瑞京不仅是红色之都 更是信仰之都 从1933年到现在 这口红井的历史已经有86年 但是这口红井里的井水 依旧是清澈甘甜 记者在现场看到 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内 就有不下20名游客 来到这口红井边上取水饮用 像这口井的井水啊 也是被人们称之为是世界上 最多人饮用过的井水 因为一般的井呢 它是提供给附近的居民饮用 而这口井啊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 来到这里 饮水饮源 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澈 比较清凉的 我们小学好像学过一篇课文 叫饮水饮源 毛泽东挖的井 然后我也是这边瑞京人 然后知道一点这个故事 我带你我女朋友过来 她是外地的 带她过来尝一下这边的 没关系 除了这口红井之外 红井井区还有革命旧居旧址 35处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实处 中央政府在沙洲坝期间 正是苏维埃事业蓬勃发展之时 也是苏维埃党政干部 带领苏区军民 在艰苦环境中 开辟一系列伟大实践和尝试时期 前面的这座房子呢 它是建于1876年 是苏区时期啊 一个破产地主的房子 距今呢 已经有143年的历史 这里呢 它不仅仅是毛泽东同志的旧居 它也是当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地点 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成立的 也是伊苏大会闭幕以后的最高权力机关 从它的职能上来说呢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而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旁边的这座房子呢 叫中央人民委员会 它的职能呢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务院 所以这一块就是当时苏维埃政府最核心的办公区域 此外 红井景区内还保留了当时的中央各部委就职 在九十年代中后期 国家各部委相继来到瑞京群根 修缮旧址 作为革命传承教育基地 先后修缮了五十多处国家部委旧址 其中沙洲坝的红井景区就有二十三处 而且红井景区的每一处部委旧址 都有一个历史陈列馆 作为相应部门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这里边呢就包括了土地 劳动 财政 内务 司法 工农检查 国民经济 粮食等各个部委 像我们现在来到这边呢 就是中央省计委员会的就职 它也是全国省计系统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如今的红井景区 既保留形体的简朴 又展现出内涵的身价 是中宣部首批公布的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也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随着瑞京市红色旅游品牌的形象提升 无数游客分支踏来 流连忘返 呈现一番业者平来的动人景象 这段时间呢 来参观的游客非常的多 主要的是比如说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党员干部 还有很多就是放暑假的中小学生 他们都会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这里啊 来参观 到这里的很多游客呢 首先呢 第一个感官就是当年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但是尽管战争环境这么的艰苦 大家呢 在毛主席的带领下 仍然是开展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和各项建设的尝试 当时在思想领导 民主执政 经济建设 法治建设 廉政建设 纪律建设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并且在这里培养铸就了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 党的群众路线思想是非常难得的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快报 常驻紫山中 言下不知处 每晚七时 庐山街新公园 乘着凉风起起 总有一大群当地居民 外地游客 着装统一 首尾相连 喝着音乐节拍 迈着整齐的舞步 跟着一位领舞者跳健身操 领舞者周娥初来自南昌 他每年七八月份上庐山避暑 沉打拳 碗跳舞 逐渐淡忘 烈日炎炎似火烧 这样的候鸟式生活 已经是第十年了 自从到了庐山之后 我的心体一年跟一年成长 今年是第十个年头 我每年都来 在这十个年头里 我已经现在在我的脑海里 已经忘记了 哭那个夏天 我爱你 庐山 夏季 庐山山区与平原地区 近十度的温差 绿植覆盖率高的天然氧巴 配套设施完善的 山中一座古岭城 这些独特因素 让人们上山 不仅仅为旅游而来 还有避暑 康养 休闲 随着南方地区 气温节节攀高 古岭街上 操着外地口音的 常住客多了起来 悄然间 庐山的常住人口 与赞住人口 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微妙变化 据庐山旅游产业发展处统计 庐山景区 包括周边石门建 莲花洞 碧龙潭等六个景点 一天进山游客 达5.6万人次 每年到这里来 两个月 我们过候纽的生活 特别流行 我们南上来的 到庐山来的人 可能有一两辈 正是看中观光游客 变身山民 常住所带来的商机 庐山旅游民宿业 纷纷转型升级 改造借贷服务设施 适应常住客需要 配出家庭亲子 套房套餐 赢得旅游市场青睐 近日 中华道都 魅力英坛 书画摄影展 走进欧洲 分别在匈牙利首都 布达佩斯 和奥地利首都 维也纳举办 吸引了众多 国际友好人士 和书画专业人士 到场观摩 此次书画摄影展展展出的 大多是反映英坛的 城市建设 自然风光 特色产业 和人文风情的作品 从不同角度记录着 英坛改革开放 40年的发展与成就 本次展会 促进了中国与匈牙利 以及奥地利的文化交流 也让欧洲的朋友 在充分感受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 进一步了解英坛 喜欢英坛 赏美食 看美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 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 更多精彩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 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